Hi 大家好 我是Emil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因為最近經常都困在家 當在家沒東西做的時候 就最常會上網買東西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網購戰利品 以及一些優惠 還有今次買到一些 其實是我以前都沒什麼試過的Style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或者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第一樣跟大家開箱的就是一個袋子 今次買了什麼袋子 看到的時候就會嘩一聲 今次是小友跟大家一起開箱 因為平時通常都是開箱之後 然後組織了一些項目和大家分享 但我發覺其實看別人開箱 有一種很莫名其妙的興奮和驚喜感覺 啊! ONG 不得知了 哇好可愛啊 我馬上開始很難聽 遇到一些迷你 我就覺得很可愛 Oh My God 我已經拆了一些剪行 大家更容易看 在我還沒開箱之前 大家多想不覺得這個手袋 有點屈臉 有點像我們平常長的毛毛蝦 這個手袋其實就是Arc和另一個手袋品牌 Tova亂成的迷你手袋 哇真的太有趣了 我從手袋都很嚮往擁有Momoher 但無論因為香港的天氣太熱 還有冷的日子可能只有幾天 我就不想浪費錢買一雙千多二千元的Boot 當時真的無聊上去StockX那裡看 然後看到它有這個亂成手袋 我就覺得買了它就可以滿足我一直想買HER的慾望 幾種不同的Variation 有些可能是中間毛毛側邊鏡皮 也有大中小的Size 我就買了一個小的Size 因為我覺得小的是最可愛 它大一個Size就馬上跳了 好像大了四倍就這麼大 因為本身我個人沒有單薄 我就覺得好像背著公事包一樣 寧願買一隻小一點 然後其他東西可能在大褲子那裡 就純粹背它來襯衣服 我覺得它太可愛 太吸睛了 這裡就Exactly有他們的聯繩logo 還連著了一條很長的帶子 哎呀 無法展示給大家看 我想告訴你 它是有一點長的 Anyway 美中不足就是 它上面那條帶其實是拆不出來 它已經是連著了 如果我平時想手抽的時候 有兩條東西在旁邊搖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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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其實今天也挺搭這一套衣服的 這樣背著 好不可愛 首先中間的logo和它的形狀 就跟著原本TOVA的手袋設計 但反而用料和顏色上就跟著顏色的特性 就是這個啡色的鏡皮 還有一些白色無神神的邊 所以裡面就一目了然 也是沒有間隔的 勝在是什麼 樣子夠可愛 那時候我也在掙扎好不好買 因為覺得這個手袋好像很seasonal 夏天就不能用 所以就傳給阿Den看 誰知阿Den說 So cute you should buy 所以我第一樣放入購物車的東西 就是它 Next 就是在Farfesh買的 嚇死我心想 我都沒有買到黑色的枕頭 為什麼會有一個枕頭在這裡 嚇死我 哇 買了一條Scarf 比我想像中更大條 我突然覺得很划算 C-line心態呢 它的材料用多了 就好像划算划算 整個鏡頭表現不了 其實它是一條two tone的Scarf 有兩隻顏色 前後就可以雙面這樣戴 我很喜歡這些卡奇式的頸巾 因為我覺得是真的搭什麼衣服都搭到 就是搭深色衣服OK 淺色衣服又會沒有違和感 最重要其實它這個是用羊毛做 所以是很舒服 它這個羊毛又不會很刺頸 非常舒服 也是很舒服很厚實的感覺 這個米白色 另一邊是卡奇色的 香港現在這幾個星期是狂天陰 是很濕冷 你穿的羽翁又會太多 可能你重點保暖 包好頸的位置 這樣反而保暖會更加有效率 帶來的好處就是可以做不同的Style 這樣繞回去前面 放在這個洞裡 然後下面就有一點流洒放下來 這樣會實在可以帶容易襯衣服 很喜歡這條頸巾 這次我分別在Farfesh和StockX買了一堆東西 用了Levy Bank的Levy Payletter才買後腹Service去分期 之前也有分享過 其實歐美一直都很流行的一種給錢方法 我自己第一次用就是上一條的開箱片 那時候也有繼續用 買任何東西已經可以做到三個月的免色分期 還有很多的回贈 過去一個月我是買上無數的禮物 寄付好多禮物 給朋友 給自己 給阿Den 那如果你像我這樣 經常都上網買東西的話 推薦你用我的推薦碼 就是Emily井200去開戶 因為Levy Payletter這張卡 是出了很多網購的回贈優惠的 StockX和Farfesh都有很吸引的回贈 大家買東西的時候 記得去Levy Bank的網站那裡看看吧 還有它最靈活的地方 可以根據當時的財政狀況去選擇期數 譬如說像上個月一樣 我是買了很多東西 花了很多錢的 其實我就可以把一些貴重的禮物 選擇長的期數 最長的選擇36個月都可以的 但如果買幾千元的東西 你覺得負擔也不太大 其實一買東西就自動免色分期三個月了 它的App和網站都有分期計算機 就會看到每個月要還多少額 其實我之前的影片都有詳細示範過我怎樣用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回覆那條影片 電子化的好處就是很方便 尤其是我有時候會忘記了家要還多少錢 因為我超級甘於記憶 其實一打開App就一目了然 感覺就會比較容易控制那個月的花費和預算 是比順級靈活的 因為始終你不用打仗分期 又不用讓別人批 今年真是Promise自己不可以再搶了 我覺得自己有點Progress 因為頭兩個星期差不多11天 我是真的休息無出片 上網做資料搜集看看可以怎樣增值自己 但現在發現其實報班是一點都不便宜 譬如說我想報這個儒家導師牌 也要幾萬元 Lithy Pay Later就可以分期幫到手了 開始還有提及到優惠碼 其實現在用我的優惠碼 成功開戶的話就有200元的營身獎賞 記得申請的時候就要拿Lithy Pay Later 整個過程很快 我想看完這條影片 可能你用兩分鐘已經完成了 想沒有買東西的話就輸入卡資料 在App那裡也可以copy號碼 實體店買東西的話很簡單 事先加入Apple Pay就可以了 所以整個Service是非常方便 也有很多優惠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去了解一下 下一項五毛給予停 就是買了兩頂帽 第一頂就是 Supreme這頂水洗牛仔布藍帽 覺得很漂亮 我一直很想買一些水洗牛仔布的帽 一直都看不適合 有些就太大了 有些水洗就好像很噁心的 但這一頂水洗得來非常有質感 我喜歡它這個刺繡的Supreme Logo 它是夠低調 它不會作到這麼大排Supreme的一個字 它的欄真的做得很漂亮 當你戴上去 你會有少少拉斜的 那它的紋路就會更加出來 沒有那種很臭的水洗牛仔布質地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非常厚實 Quality-wise非常OK 現在先試試 雖然和今天這套衣服有少少不合適 我的跳舞朋友是特別喜歡戴這些帽子 它們是連夏天都可以容忍到自己一邊跳舞那邊戴 那我就不可以的 我一定要是頭可以透氣才可以呼吸到 很好看 不過它真的比我想像中小的頂 我的頭已經很小 它也有少少窄 阿Dang一定會偷來戴 他很喜歡偷戴我的帽子 或者巨為己有 但是是不是很好看 好好看 就這樣穿一件白色T-shirt 或者是一個over-sized的Hoodie 已經是非常street-style 下一頂 買了什麼帽子 買了一頂Rotate的白色漁膚帽 我平時常戴我的那頂黑色漁膚帽 每天戴 好像變成了自己的校服 就覺得不如買其他顏色搭配 我就買了一頂白色 因為我覺得白色更加容易搭配 感覺好像沒有那麼吸熱 行山啊 然後戴著它都會感覺舒服一點 這頂看上去也挺薄身的 這頂是加細和細碼中間的 希望適合 因為我常常戴帽子 頭都太細了 所以會不適合 剛剛好 很開心啊 它比我平時戴的頂的版型 會再貼一點 因為我平時戴的那個 這個其實有很多空間 我戴到底的話 有點像要打結那些刷子 但這個戴到最入 都剛剛好 不會遮到眼 但這些位置又可以遮到太陽 哇這頂好滿意啊 這頂帽子 跟這件衣服又不會太大維和感 開頭以為會不合 先遮一下鏡子 好看? 太滿意今次的網購了 不是布 它有少少尼龍線水的質地 洗的時候濕了都會比較容易乾的 我本身想說可以漂它 但發現logo是黑色 所以不能漂 這頂好滿意 雖然我買的東西 一般都是很basic的 我本身的東西不算很多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很實用為主 我覺得這兩頂帽子 顏色是穩陣得來 但是它容易配搭又好看 對不對? 認不認同? 那最後一樣呢 我就是買了一雙童裝鞋 自問就是一個很少波鞋的人 而我買的那些波鞋都一定是白色 我是很像老夫子那樣 我打開衣櫃就全部都是不同牌子的白色鞋 那我Dan呢 最搞笑就是跟我一模一樣 然後我的衣櫃打開 可能有20雙一模一樣的白色鞋 為什麼我分享這個故事呢? 完全不關這雙鞋 Sorry 那我這雙鞋最後不是白色了 半雙白色 是不是有進步呢? 其實我有點緊張 這個尺寸是不對的 好緊張 那個鞋盒很小 會不會不對呢? OK 也不是很小而已 叫做是白色鞋吧?算不算了? 有些很有趣的顏色在旁邊 我覺得很可愛 但好了 目測這雙是我的尺寸 這雙不是潮款或者可以炒賣的款式 但我就是喜歡它QQ的簡簡單單 但是有一點點東西看 採繪圖案 然後有些水滴的感覺 是Air Jordan的Logo 它這個Tag都是偏粉紅色的 但這隻是黃色的 多可愛 漂亮 容易配襯衣 給點掌聲自己 我不是適合尺寸嗎? 是剛剛好的 我都沒見過Youtuber可以這樣開箱 開箱到這麼沒美感 沒錯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雖然這次就不是買了很多東西 五樣東西 但這次是非常滿意 它比我想像中Quality更加好 那款更加漂亮 這次其實比較多的產品 都是在StockX那裡買的 特別之處就是它有很多限量的產品 比如我剛才聯繩的手袋就是那裡買 還有很多不同的潮牌款式 裡面是有很多chart 可以看到世界裡面的成交 過往的價錢是多少 如果你真的買一些限量版 或者潮牌的話 你就可以順便格價 所以是一個蠻好的購物體驗 而且我真的省了很多錢 如果你都喜歡我的分享 就給我一個like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